新竹市晴空會社區大樓 在前天先夜發生火警 導致兩名熟逢隊員不幸殉職 究竟當時的農煙有多可怕 就有住戶分享了當時投生影片 只見這是在大樓的內部農煙 密布黑煙不斷竄出來 即便是住戶已經往頂樓來做投身 但是門關上之後 黑煙仍然就不斷地往上竄 而當時在大樓內 有三百多位住戶陸續來疏散 直到昨天中午才把所有住戶疏散完畢 其實靠的還是民間業者的支援 原來是因為當時的消防局擴報 是地下室火警 才沒有來申請火鳳凰支援 而目前根據初步釐清 起火的原因 疑似是因為地下一樓 電纜線短路所導致 但是後續期效追查重點不少 包括當時在停電之後 這樣的排煙設備 沒有緊急啟動備用電源 導致無法運轉 樓梯間才會因此弥漫濃煙 此外這兩名打火弟兄 他們在二度進入到火場時候 安全觀 有沒有來檢測他們的氣瓶 有沒有及時來追蹤 這部分也是後續追查的重點之一 消防人員全副武裝緊急布水線滅火 新竹風疫晴天會大火 釀成兩名消防員死亡 消防局監視人員隔天一早 回到現場要追出原因 相關的區域還有沒有殘餘的 而且氣瓶 經過連夜完成證物初步鑑定 終於公布調查結果 研判為電纜線短路釀成火警 起火原因是地下室的電纜線 因故短路起火 起火點火勢不大 怎麼會造成兩位救災英雄不幸殉職 資深消防員表示大樓防火阻隔問題 提到消防通訊設備都是未來調查重點 這個罹難的這個湧消 他們的無線電竟然是有金屬線外露 而且有這一個這個交代來殘果 來修理的這個無線電 無線電是搜救任務中的重要工具 火警發生是否導致通訊不良 也有待釐清 另外負責消防員動線的安全觀 應該要時時刻刻監測空氣瓶 剩餘量 但他不但沒市警指導罹難消防員 空氣瓶都發出警示聲 他們才自行撤出 釀成死亡悲劇 安全觀的問題也將被究責 發生火警的集合式住宅 新天會共28層樓高 但到場的雲梯車最高只能到8樓 幫助相當有限 但其實5公里外 新竹線消防局高鐵分隊 就有一輛火鳳凰是全台最高雲梯車 高度可以延伸到22層樓高 當天卻沒到場支援 對此新竹市回應 一開始貨包是地下室火警 所以沒申請雲梯車 最後要消防頭人組成搜索 才會發生迅持意外 我們不知道還有多少人的死亡 才能喚起政府對我們的重視 致命農煙奪走兩條保虧性命 除了消防之外 大樓是否設計有問題 才會釀成火警 檢調不排除要再約談建築師 以釐清火警責任 知首綜合不樂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